经历过长时间的分离后 艾格拜尔好不容易回到皮山 与妻女团聚 新疆是中国地域面积最大的省份 动辄几千公里的路程 让新疆家庭十分珍惜 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为了庆祝这难得的时光 也为了给夏克兰补过一个儿童节 一家人准备一起到河南 河田去玩几天 我们去河田过节去 儿童节就没过 是吧 现在又赶上父亲节 走着田给奶奶做了饭给个惊喜 现在再给爸爸给个惊喜 夏克兰 这个得保密不能说 走 爸爸 走 走 妈妈说 来 如今的夏克兰 见不如飞 聪明灵 我说了 妈妈 我先别承订了 我先说 你这事 我先去 做今天的玩笑 都是 我先不信小 我先说 你 就是 今天 三个月的时候是六公斤 现在七公斤要涨了一公斤 你想看吃多了也不行 二宝不要再胖了 正常你这个给我看绝对有吵 不管它不管它 只要身体好不行 我们一度不足 整个月的时候再来坐下看一下 好 喂的好了以后 但是我们说的带含量会起来 有分身了吗 可以 能这样不是两边都可以分身拍下来 来 起床了好不好 对了 好来 一二三加油 对了 好了 这样子没站过是不是 这样子少 手 三个手 不是啦 孩子没有这种能力 从夏克染出生开始 姥姥和妈妈就有说不尽的分歧 但是在夏克染的问题上 一家人都是抱着一样的爱意 在共同努力 姥姥强烈的母爱 同样遗传到了古丽身上 夏克染的那趟医院之行 可能会让古丽夫妇永生难忘 经过初步诊断 夏克染的扁桃体有些发炎 无法确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需要抽血化验 现在咋了 现在咋了 抽血 扎进夏克染身体的针头 犹如扎在了鼓励的心上 夏克染的病情逐渐康复 可走路的问题 却一直盘旋在他们心头 鞋子呢 有点鞋 但是发育好的呢 发育好的呢 没问题吗 没问题 那是一个多关节松弛症 这可能跟你怀孩子的时候的 刺激素分泌量过大有关系 但是这种现象 随着孩子发育 慢慢慢慢会好起来 不用担心 等他彻底走起来以后 给他做个脚垫 把他足弓垫起来 那他这跨关节我们也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这没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还一直抱着他 不敢让他走 没问题 放开 好 该怎么样怎么样 没啥事 好 他现在只要听见音乐 他就开始就动了 是吗 我们夏克任是能唱能跳的女孩 日常的加倍呵护 定期的医院检查 凭时努力不懈地锻炼 终于夏克任迈出了她的第一步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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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走一个 这奶奶不在 我们赶快自己走一走 夏克任 夏克任 这奶奶不在 我们快自己走 孤立带着夏克任出去 她就把夏克任就放开 然后走的呢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刚开始学的走路的话 走得不太稳 就害怕她摔了 姥姥的担心与母亲的信任 两种完全不同的爱 浇灌着夏克任这颗幼苗 让她在祖国的戈壁摊上 依旧健康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